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开病房对于范宇泽是一个奢望 化疗导致他抵抗力低下 病房是隔离细菌的保护罩 也困住了这个四岁男孩的活泼与天真 如果明天的手术成功 他离外面的湿解或许会更近 躺下吗 不能躺 躺下完走 喝啥 丑手 我非要去管你什么事 那你不吃了 我小金就这么听 与每个平静的夜晚一样 这一夜母子俩早早睡去 第二天早晨六点不到 范宏盛就来到病房 尽管内心忐忑 但此时的陪伴 或许是他唯一能够给予孩子的勇气 你叫六传加速过去谈吧 来 六传 手术前 主导医生和范宏盛夫妇 进行了最后一次沟通 手术比较大 整个手术过程比较长 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这次学大 可能这个学生飘到天上 小孩子一下子就 手术天上就没了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肾脏的血管 你损伤了以后 手术以后 这次肾脏可能就慢慢就 也就没了 还有就是 根本就拿不干净 他可能这个主要的血管 这个练得很牢 你要拿这个血管 可能就会 就会断掉 一般来讲就是说 总的这个五年 就是他长期的存活 五年十年的存活力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就是说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三到四个小孩子 可能有一个能完全存活的 就完全能够活下去 血管断裂 摘出肾脏 复发率高 这些词都预示着 即将进行的是一台高难度的手术 范洪胜夫妇很清楚 手术的风险超乎想象 孩子才四岁 正是离不开妈妈的年龄 这次手术 妈妈选择了隐瞒 她告诉儿子 这只是一个小检查 上午九点五十四分 范玉泽的肿瘤切除手术正式开始 医生发现 肿瘤已经被左侧肾脏动脉 右侧长细膜上动脉 以及皮动脉 皮静脉包围了 在这种位置 关系复杂的地方东道 风险可想而知 手术的肿瘤切除手术 手术室外 彻夜难眠的范玉泽妈妈 静静地趴着 而范洪胜则目不转睛地 盯着屏幕上显示的 术中二字 渡过麻醉关 完成活检手术后 王天琪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而她的家人们 则在重症监护室外 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重症监护内 王天琪的治疗正式开始 但她的病情 却让医生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境地 你必须对她这个原发病 进行一个治疗 那这个同时 又是存在一个矛盾 就是你原发病 在治疗的初期 可能会导致 她这个并发症 更加地严重 医生判断 王天琪的原发病 是淋巴瘤 导致的并发症 是急性肾衰竭 治疗淋巴瘤 需要使用化疗药物 但化疗药物 会加重肾衰竭 而治疗肾衰竭 需要进行透析 透析又会把化疗的药物 过滤掉 影响化疗的效果 两个病症的治疗方案 相互矛盾 如同天平的两端 需要不同科室间的精妙配合 前面的三四天 是非常非常凶险的 就是你这个淋巴瘤的细胞 大量地被这个化疗破坏掉以后 它会加重一个 急性肾功能不全的 这么一个情况 重症监护室外 王天琦的家人并不清楚 医生遇到的难题 他们等来的是一张张 需要签字的通知书 献血通知书 病危通知书 化疗通知书 每一张通知书 都牵绊着父母的心 周普川 其实还要 到时候可能还要确定 它是哪种类型 连异与分型的图画 这个之前会通知我们吗 还是你们自己 直接就拉出做了 如果你签了之的话 如果有必要做 我们就直接会做了 你们这样搞 我们进去了 还能出来吗 薄薄的一张通知书 写满了各种治疗中 可能出现的风险 家属签字 是医生必须进行的告知 每次签字 王东和妻子 努力地听着医生的解释 他们想从这些通知书中 读懂医生的判断 但医学过于专业 和大多数患者家属一样 他们能够读懂的并不多 你们是发明一小孩家的 你们看了这样的东西 这环境是大碗条 说实话 但我现在是没办法 成千统一 没办法 为了救命 当时的时候 抱怨肯定会是有的 是吧 想着 自让我们钱好了 如果万一不对 什么 那就意味着 我们签字的 就是我们的事情 他们就没责任了 那也会有一点不满的 侵蚀在里面 首先一定要取得家长的理解 因为家长假如是不理解的话 我们其实后面的治疗的话 很难开展 因为真的是说的难听点 是九死医生的事情 家长一定要充分理解到 这个治疗的紧迫性 还有治疗的巨大的一个风险 医生的话 让王东夫妇感到一丝欣慰 范洪胜夫妇 依旧处在不安的等待中 进去以后就帮你整个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你这个柳子 显得大浪都不是很大 脾脏的吸管 肾脏的吸管 还有中间的主动 全部被柳子包着 医生们经过反复的研究与讨论 最终决定终止这台手术 我们医生常讲一句话 就是第一个见好就收 第二个见到不好的情况下 也要收手 知道收手 比你知道下手 可能有的时候更重要 尤其对一些有挑战性的 疑难性的 而且有些在科学上解释 就是没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要知道收手 而不能硬往上 这样家属可能付出一种 病人付出一种死亡的代价 生病的代价 在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七天 王天奇所患淋巴流的类型 也最终得到确认 伯基特淋巴流 这种淋巴流发病很快 急性危险期非常凶险 但只要熬过了这个阶段 依然有治愈的可能 一个很快就会好 我们坚信非常非常 我们心情非常坚定的 它很快就会好 从期待到不理解 从崩溃到充实生活的希望 这几天 王东和妻子经历了太多命运的考验 好在孩子的病情出现了好转 在重症监护室外 在重症监护室外 守候了九天后 王东夫妇终于等来了 王天奇 离开重症监护室的日子 这天是中秋节 王东一家团聚 很开心 我看见了就好了 看见了就好了 不激动了 我也不离开了 我们以后都不服务 已经一直在让他学啊学啊 现在觉得学什么都没了 身体健康最重要 一家人都不健康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范玉泽 早安美 2016年新年的第二天 范玉泽可以出院了 但他的治疗还没有结束 一周以后 他还需要返回这里 继续接受化疗 等待第二次手术的机会 范玉泽在这里住了半年 这是他第一次回家 也是他第一次离开住院大楼